老话说 两鸟进宅 无货也有灾 到底只拿两种鸟 为啥会带来灾祸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说起乌鸦 你能联想到哪些谚语呢 天下乌鸦一般黑 还有小学课本中的乌鸦喝水 甚至有人还会想起乌鸦反哺 羊羔贵乳这些谚语 有的是正面的 有的是负面的 那么在古人眼中 乌鸦到底是什么形象呢 其实在古人眼中 乌鸦并不是一个美好的象征 首先 因为它的羽毛通身都是黑色 黑色给人一种压抑黑暗的感觉 人们喜欢华丽多彩的羽毛 面对从上到下 黑区区的乌鸦怎么也喜欢不起来 有些鸟儿跟乌鸦一样 虽然羽毛不够漂亮 但是它们的声音非常远 声音悦耳 这个技能乌鸦也没有 乌鸦喜欢吃腐烂的肉 它经常会飞行很长一段时间 寻找死掉的动物 然后吃掉腐肉 那正是这个原因 人们总是把乌鸦跟死亡联系在一起 因此乌鸦成为不祥的代表 试想一下 如果那天乌鸦在家里的树上叫渣渣 声音嘶哑凄凉 是不是会觉得很烦躁 看到黑色的身影在枝头跳动 是不是有种不祥的预感 没有人会喜欢总是跟死亡沾边的动物 因此看到乌鸦进宅 怎么样都要把它赶走 说了让人反感的乌鸦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说说第二种让人爱不起来的鸟类 那就是猫头鹰 看到儿童影视作品中啊 刻画的可爱呆萌的猫头鹰 你是不是以为真的猫头鹰也是呆萌可爱的鸟类 那就错了 自然界中的猫头鹰啊 跟乌鸦一样 羽毛呢 并不是那么绚丽 大多数是黑色棕色 而且呢 它们属于猛禽 非常的生猛 它们之所以呢 叫猫头鹰 是因为它们的面部啊 跟猫的面部相似 其实啊 它们不仅面部相似 有些习性啊 也相似 比如呢 猫头鹰啊 跟猫一样都是夜行动物 猫头鹰也喜欢在夜幕降临后出来活动觅食 人们讨厌猫头鹰啊 绝对不是因为猫头鹰是夜行动物 人们讨厌猫头鹰呢 是因为它跟乌鸦相似的特性 首先啊 就是它的叫声 猫头鹰的叫声啊 就像是哭声 听起来比乌鸦的叫声呢 更凄凉 更可怕 有人说猫头鹰的叫声是索命的 能带走人的灵魂 其次啊 猫头鹰跟乌鸦一样 嗅觉灵敏 能闻到腐肉的味道 而且呢 它喜欢吃动物尸体 猫头鹰常在夜晚出没 悲惨的叫声令人生畏 喜欢吃死亡动物的肉 跟死亡沾鸣的特性呢 让人对它们也爱不起来 因此啊 如果猫头鹰出现在家里 庭院里 人们都要把它们驱赶走 不祥的乌鸦不受宠爱 但是呢 它们的嗅觉呢 非常灵敏 而且非常聪明 有研究表明 它们呢 能完成复杂的动作 甚至啊 还具有一定的推理能力 课本上的乌鸦喝水啊 也绝不是空穴来风 很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虽说乌鸦不受待见 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时期 乌鸦也曾是美好的代名词 比如在唐朝之前 乌鸦都是一种吉祥的象征 在左传 史记等古籍中啊 有很多与此有关的记载 猫头鹰虽然说呢 叫声凄凉 360度 转动脑袋的行为 让人觉得奇特 但是啊 它在很多古代的西方文化中啊 是智慧和女神的象征 曾经呢 也深受人们的喜爱和追捧 谚语中对这两种鸟的评价不高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啊 这两种鸟儿并没有真的带来不祥和灾祸 反而呢 有些特性是有利于人类的 比如猫头鹰能捕捉老鼠 乌鸦能捕捉蝗虫 目前呢 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乌鸦和猫头鹰中有些珍稀的品种呢 已经濒临灭绝 需要人们的保护 对于这件事 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让我们在评论区一起进行探讨吧 这里是雪原铜历史课堂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私信我 每时每刻为您解答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